这是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以来 第三次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 是对去年十月阮副仲总书记访华的回访 也是我今年对外访问的收官之旅 充分表明中业关系在中国外交布局 特别是周边外交中的特殊地位 昨天我同阮副仲总书记进行了长时间的深入交流 一道宣布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 携手开辟了两党两国关系发展的新阶段 这是两党两国高层从中越关系长远发展大局 和世界社会主义力量团结的战略全局出发 做出的重大历史性决策 符合两国根本利益 顺应双边关系前进方向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中方愿同月方一道深化战略沟通 推动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造福我们两国人